这个男人嘴上被涂满了强力胶 但他却丝毫动弹不得 因为此时的他已经严重昏迷 随后女孩把他的嘴巴死死粘住 尽管这已经很变态了 但女孩却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 只见他一言不合 就拿起绣花针 就把他的嘴巴死死封死 其实年轻漂亮的翠花 其实是一个艺术家 而他所谓的艺术 就是把活生生人残忍折磨后 拿起杀猪刀 就把坏男人全都装进行李箱 但让人不知道的是 这样的行李箱 已经摆满了他的整个房间 其实女孩也不会无缘无故 伤害任何人 只要看视频点赞加关注 就一定会得到评论区狗头的庇物 他就自然而然不敢伤害你 可尽管是这样 仍然有一个帅气的男孩 偏偏不信邪 甚至还胆生毛的跟随女孩回到了家 结果他刚喝掉女孩给他的茶水 当场就晕了过去 紧接着他就被女孩折磨后 装进了行李箱 没人知道女孩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唯独只有一个人 清楚他在房间干了什么 那就是房工 因为房东在所有住户的房间 都安装了摄像头 一举一动都躲不过他的眼睛 这天房东看到女孩的举动后 被吓得瑟瑟发抖 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之时 翠花突然敲响了他的房门 得知翠花是来借打火机后 房东赶紧把打火机拿给了他 翠花离开后 房东查看监控想看看 女孩在干什么 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 女孩的举动瞬间让房东尿了裤子 次日翠花邀请所有邻居 来到他家做客 众人纷纷夸赞翠花人长得美 做的菜也香 唯独只有房东只吃米饭不加菜 因为他知道餐桌上的菜 不是一般的菜 吃饱喝足后 房东并没有害怕女孩 而是主动上前搭讪 想了解翠花的职业是什么 但翠花哪里会告诉他 为了弄清他到底是什么人 房东趁着翠花离开 悄悄溜到了他房间查看 可就在这时 一阵敲门声突然响起 房东躲在床底下背下的一动不敢动 因为一旦被发现 他就会一命呜呼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接下来的一幕 瞬间让他慌了神 只见女孩一言不合 就拿起强力娇 就把他男友的嘴死死封死 最后拿起杀猪刀 就把男友装进了行李箱 趁着翠花离开后 房东被吓得赶紧跑回了家 第一时间拿起电话准备报警 但想了想自己的房子 以后会变成凶宅 他立刻挂断了电话 但就在这时电话 却突然响起 房东瞬间被吓得瑟瑟发抖 好在对方是搞推销的 挂断电话后 他第一时间买了一些特殊的药水 他把闻箱浸泡在里面 一天两夜送给了他的房客 原来变态的房东也是个变态 可让他不知道的是 翠花却没有点他的闻箱 而就在这天晚上 翠花又往家里拉来了一个行李箱 不知道的还以为翠花 是搞行李箱批发的 可其实并不是这样 只见翠花打开行李箱后 却是活生生的人 本以为翠花是为了让他躲避交房租 但下一秒 翠花就往他的嘴里 插上了一个不要钱的路 紧接着就把一整瓶消毒水倒了进去 尽管女人十分难受 但她却丝毫动弹不得 就在这关键时刻 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翠花还以为是自己的外卖到了 可打开门后却是房东 原来房东是想跟他借打火机 他趁着翠花拿打火机时 偷偷朝屋里瞄了几眼 但也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可房东并没敢进去 因为他知道女孩在屋里干什么 次日在翠花的热心邀请下 邻居们纷纷来到了翠花家吃饭 18岁女孩第一次请客吃饭 桌子上就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肉 众人纷纷夸赞翠花 人不仅长得美 厨艺也不一般 就当所有人都在大口大口吃肉时 唯独房东只吃米饭 桌子上的肉硬是没敢动 因为他知道桌子上的肉不是一般的肉 吃完饭等到邻居们纷纷离去 翠花给房东投来一个诡异的笑容 而此时的房东却受不了了 直接来到了警局报案 把女孩的所有事情 全都交代了一个一清二买 诡异的是 经过警方的一阵调查后 他的房子并没有那个白衣女孩 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房东曾经是一名警察 十几年前 他的女儿遭遇绑架后 被凶手残忍杀害 但可气的是 凶手当时并没有被绳之以法 而是以精神病人的名义 成功脱罪 被关进了当地的精神病院 他为了帮女儿报仇 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住进了一家精神病院 当起了卧底 可他刚来到精神病院 他的街头上司 就意外出车祸 隐恨去了西北 由于没有了街头上司 所有人都认为 他是一个精神病 在精神病院里 他时常遭到病友的疯狂中 好在最后 上司的妻子意外得知 他是卧底的事情 把他从精神病院放了出来 但他的精神 却被折磨得出现了问题 再加上女儿的仇一直未爆 在这双重打击之下 他的精神才分裂出来了白衣女孩 最后 他把曾经欺负自己的人 全都骗到了自己房子里 把他们残忍杀害 装进了行李箱 警方得知事情的来龙区脉后 他幻想中的女儿